实战讲座 今天我们举例来讲一下无业者事业的极凶 好 看这个八字 这个八字应该是神弱的吧 神弱 此人一二年鬼卯月在秋册 我们看走的什么运 是不是假引大运 假引 一二年人臣对吧 人臣 鬼卯月 鬼卯 当时正是假引运人臣年鬼卯月 假引运甘之豆生花 此人不想上班 对吧 这是甘之豆生花 身弱都时常是吧 所以不想上班 自己想干些事情 人臣年人会生假木 身假木是不是更强了 这种想法更强烈 就更不想干 想自质对吧 陈主祭神 大家看见陈主祭神 是吧 身弱走正观数据 工作不顺也不想干 是吧 尹茂神 三会墓 墓也忘 是吧 历史心团异端 用一种种事业不顺 加上口舌是非的问题 肯定不好 鬼卯月是不是假木祭神 协日元分子 原来假木其他不好 鬼卯月鬼分子 是不是不好 卯充有盈偏盈 卯充的有 在这 卯充的有 有应用神 用神被伤也不好 大家记好 如果应或者观众用神被伤 实业就代表实业 我在前面有讲 来记好这个对立 身弱 一心被心中恶 一般公众不顺直线 一心分成则动 向上官卸身 所以不想干了 他说已经辞职在家 这个八字 低于上官大运 它就是老养房工作的一个心态 这一年正贯位继权 代表工作人口舌小人 待在家里很大 一般这点上官力量特别大 也非常不想干 干得不顺利 有非常不想干了 再加上运行被重 因为工作变动的迹象 肯定就是辞职 或者不干了 看这个八字 这八字是 是深度 尘土是三个 刻它 泡它 泄它 把它消失不看吧 然后这个可以看成2.5个 2.5 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 我们把规和丑 互相抵掉吧 这应该是深弱的吧 深弱 深弱的八字 看一看 以为大运 看一看 以为大运 在这了 耕以年 耕以年 新毛年 时尚关心东线 是吧 木是什么 官 金是时尚 是吧 时尘上官 有上班和单干之相 当然以耕和金即神 以木也即神 大家看看 然后以和根 可能即神 对吧 以和根 可能即神 这个引頁也即神 嗯 心心刻一木 虽然几啊 心心 这是上官 刻的官 应该好是吧 但是以毛成三位木 力量很大 就说那个 木啊 木那个那个 这是什么 木应该是官吧 关的 这两点 毕竟工作不顺 生意不顺 干不长 还算口舌关 毕章自在 反过来自己上了一段时间班 然后领导部 辞职了 后来自己开毒师 出了持货 又失业了 大家看看 因为有时伤 他就是不想上班的境下 再说关心 特别 计神力量特别大 给你工作不开心 又不想上 又又 工作又又不顺 肯定辞职了 辞职到他自己做生意怎么样 因为计神 当然也是破财啊 好的 进行 进行 制作人 进行